你说过把我当朋友的 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朋友出事 我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我的事你插手 你的事我管定了 正好 给你们带的数学辅导 策合你了 谢谢 大小婶呢 小苏 你可算回来了 林薇那边出了点状况 以后她的事不用跟我说了 跟我没关系 不管闹得什么别扭 都先停一停 林薇的茶棚被掀了 刚一进去的茶苗全死了 什么 师傅 等一下的工作时间已经要发好了 叔爷这些东西你帮我发一下啊 你这样会感冒的 你别这样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我没事你回去吧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但事情没到最后 一定还有补救的办法呀 这是我的事情 你说过把我当朋友的 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朋友出事 我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我的事你插手 你的事我管定了 你怎么在我家看上书了啊 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我的茶苗昨晚都冻坏 冻坏不更好吗 你可以马上下山了 我不会下山的 我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你在我这儿就能找到解决办法呀 我知道是您祖上引进的十一里香 您一定有办法救活那些茶苗 这位 我觉得这件事的前沿 你比谁都清楚 我上山来种茶 不是要跟你们过不去 更无意调戏以前的不愉快 您一定也听出过一句话吧 有的是后必再有 你不要跟我讲佛理 我们各有各的立场 各有各的修行 怎么样 村上他们答应没有 没关系的 这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不帮我们解决 我们就自己解决 这些茶苗叫十一里香 是五名山独有的茶种 只是在当时相对小众 并不畅销 我妈是在小青村长大的 和我爸一起创办了好味咖啡之后 就开始倡议村民们 种起了咖啡豆 小青村也因此渐渐脱皮了 可当后来 其他的村庄开始效仿 咖啡豆的市场价 也就因此被压跌了 静悦 当初就不该相信 你来种什么咖啡 把他祖上的十一里香都砍了 现在跑也来了吗 你别对大火负责 必须得负责 大家种咖啡 也是你们再三保障都赚钱 现在卖不上价 你要帮我们想办法呀 我家老伴生病都没敢看 孩子考上大学也没先交学费 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呀 我们追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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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一样 再也种不出来了 于是大家都说这一砍 把十一里香给砍绝种了